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不只說話 這個時候 葉東亭收回那些氣息問 你當真連20歲都不到? 半年之前 你在鐵王爺廟前受了重傷 丹田受损 不是没可能再连气了吗 没错 但是老夫观理境界 竟已是登天三景 放眼圆门 从来没见过 也都没曾听过 谁能在半年之内 由丹田受损 就恢复到你眼前的这个实力 你当中的缘由 还请你告辞 我沉默了一会儿 逼他说 那和今天你们要调查的东西 好像没什么关联 叶东亭就有点不开心 冷冷地说 请你说我知道 不行 这一件事 涉及到我孟家的秘密 不方便向你们透露 我只能说 我爷爷的元神出现了在蛇嶺 有他在这里 我自然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恢复 叶东亭没有再多问 望望身边那三个人 穿着青袍的长老开口说 嗯 他没有说假话 至少我宋丁山感觉不出 叶东亭随即对我说 马安 那请你暂时留在陈嘉倩 你放心 狗幽在铁王爷庙说过 会放你一马 他屎骨眉寒 我们是不会违背他的意愿的 本集经意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安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第三百五十五章 茅山派来了 我双手一拜 推出了大门 但是 就见不到荒虾帽在外边 回到房间之后 我开始打坐运气 令纯阳道力得到了恢复 到第三日晚 任天监派去调查长生大墓的队伍回出来 证实一切跟我所说的都没有任何出入 而在这个调查队伍之中 我并没有见到白衣萧奇 任天监的弟子浪费了很多功夫 从长生神墓带了一副青铜棺材 还有那副小棺角回来 各种的壁画 以及蛇类的桃藤等等的物件 都复制了一份 至于杨飞鸿的那口血冠 是连在石头上边的 里面的药水经已清理干净 但就没有搬到过来 任天监整百名风水师 浪费了三日三夜的时间 才彻底清理了长生神墓里面的邪气 这一日行 叶冬廷就再次来找我 不过今次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叶冬廷问 盲岸 狗幽在带你落大墓第二层的时候 有没有给你看过什么信件档案之类的东西 又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说话没有 该说的东西 我经已全部都说了 叶冬廷三走一幅 冷坑一声说 不要考验我的来心 关怨你一口同观里面的秘密 和壮龙山之间的关联 你知道什么都要告诉老夫知 停了一下又说 狗幽他走得太过匆忙 有些东西我必须要搞清楚 我回想起 那份刘百温的笔记 盖狗幽只是被我一个人看过之后 就直接烧了 逐见这件事是非常隐蔽 那叶冬廷又怎会知道 长生神墓和壮龙山之间有关联呢? 这个时候 他选择单独一见我 更是显得反常了 我对于这个叶冬廷 真是充满了怀疑 于是我说 叶大师 我真的不是很理解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是谁跟你说 说长生神墓和壮龙山有关系的? 叶冬廷的表情微微一变 但很快就恢复回鎮定 他说 我自然有我的方法 我找一张椅子坐下 聪聪的肩膀说 那你既然有方法知道 还来找我做什么呢? 反正 反正 我是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的了 叶冬廷就可为不爽 但是 都还是强行克制着怒火话 年纪轻轻 如此轻狂 狗幽真是说得没错 你果然是魔性心肿啊 这个时候 屋外边就传来了方哈姆的一声大喊 师叔祖 茅山派的人来了啊 我一下子就警告过来 毕竟 暗算北老狗的人 是被夺捨的茅山弟子 这个消息 是我告诉叶冬廷他们知道的 如果传到了茅山派的耳中 他们对我的观感肯定就不好 再加上 茅稀道的缘故 恐怕我和茅山派之间 早就在模型之中交互了 这阵茅山派派人来 情况就肯定会变得更加复杂 叶冬廷就即时认为 下午 叫巡师叔祖他们招待着先 我一阵就过来 随正 他拍了一拍青铜小冠就说 这一副青铜小冠 你应该都不陌生的了 老夫听人说 你茅安妻子坟墓上边的果口铜棺 外形和这一副就相差无几 这副铜棺 出现在长生神墓之中 你茅家又住在 葬龙山山脚下 再加上猛座的元神也走到这里 那蛇领和葬龙山肯定是有关联啊 叶冬廷目光炎炎即时住我 他虽然是年过八十 但依旧有龙虎之威 看来 他竟以仔细地调查过我的过去 连郭元玉的假份 用青铜小冠这件事都这么清楚 他这番推断 倒是勉强能够 将长生神墓和葬龙山联系在一起 不过 我依旧还是什么都没说到 毕竟他 不是丐狗幽口中 所值得信任的人 我转椅就在这拍掌叫好 哈哈 哈哈哈哈 叶大师不愧是高人 我看不出来的地方 你都能够看得这么清楚 丐佬先生呢 虽然说是原谅了我 但你想想 他所知道的东西 又怎会告诉我呢 那你又何必 再在我身上花时间呢 本集经已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鞍的风水秘术 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第三百五十六章 准备离开 叶东庭的额头上边青筋爆出 右手一抖 一股元气笼罩在我身上 然后整个人很突压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一手扣住我肩膀 任天监有守卫圆门安危的职责 而壮龙山 就关系圆门的安危 你这个时候 还轮不到你在我面前出古幻 再不老实说的话 我就夺捨了你的身体 直接读取你的记忆 我并没有任何反抗 反而是忍由叶东庭控制 淡然一笑地说 你是真龙境 我不贵登天境 我们两个实力懸殊 你想夺捨 我又阻止不到你 不过 不要怪我说话不说在前头 孟家千年全盛 如果连跌对防止夺捨的能力都没有 那就没可能的 若然你是不信 大可一事 叶东庭面上边的肌肉抽搐 一股元气笼罩在我全身上下 开始攻击我体内的魂胖 我即时鼓挡起纯扬道力来对抗 尽管我的境界没有拒高 但说到道力的唇厚 真是尸豪不会顺于真龙境的高手 接着 我又受了拼 客龙姐对着叶东庭的头 拼了过去 叶师傅 你这么步步紧逼 我怀疑你和魔门有关系 叶东庭新受了挡 接着连退素布 收起起元气说 靓仔 你说什么鬼话 告诉我 那个大墓到底是由谁起的 我想了一想 觉得这一点倒是可以告诉他 于是就说 我只知道 有可能是一个性冷的风水师所做的 至于这个人的全名 身世 来历 我全部都不清楚 这个人手段通天 最善长布置养魔大阵 连同他的后人 也是养魔好手 所以 我看你们阴天监 都是浪费多些时间 追踪这个性冷的风水师 比较好 迷硬是在这里树木串光 在我身上浪费精神 叶东庭若有所思 并没有马上说话 他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都还要一些时间去消化 我见他不出声 于是就淡淡然地说 我之所以留下 是敬佩丐老先生 现在事情调查清楚了 天一刻 我就要马上离开 那时候 叶东庭恢复了高手的气概说 曼安 你要走 饮天监 不会围难你 只是 老夫有一句忠告 自古道魔 不两难 你最好 还是快隔断 和魔门的联系 我知道了 不过安马安行事 向来不需要和任何人解释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说 那我就看你一仁一劍 是不是真的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看下你的孟家家传 知不支撑到你的年少轻狂 圆门容不落你 你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叶东庭最后的笑容 令到我非常不安 他今次找我见他 很明显是得不到他想要的答案 只但是 他还是饮由我离开 那么这一点 就显得非常诡异了 出到门口 我见到了那个少年放下帽 他望着我一眼 态度并不算好 我望着他 开门见山地说 夏母兄 不知道你组织何处 有没有去过东江市呢 他是很骄傲地说 我在上京出生的 东江市这些小地方 配我不想啊 我心想 可能都是自己多心而已 就没有再多闻 回到侯院没多久 陈九我过来报信 孟大哥呀 茅山派的茅三通来了呀 他是茅稀道的大师兄 行事是非常霸道的 为人又互端的 我看他今次来的目的 一定是不单纯呀 我知道 陈九担心 因为茅稀道的原因 这个茅三通就会对我动手 我说 不用理他 我竟已决定了今晚离开 阴天监那边 会遵从盖魯先生的遗愿 不会去留难我 陈九听罢 依然是忧心忡忡 叹口气之后 又跑去收集信息 这一阵 距离天黑都还有一段时间 我继续调理道理 杨飞鸿就守在我身边 忽然 我感知到一股 很淡薄的神色 出现在我房间的上空 本集经意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安的风水秘术 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第三百五十七章 有三连时间 我慢慢睁开眼 发现杨飞鸿也都察觉到了 我打出个颜色 试以他不要心急 过了两分钟之后 我试问 杨姑娘 在长生神墓之中 有一口青铜小冠 你对他有没有什么印象 杨飞鸿也很快明白我的意思 特意压低一把声 嗯 那一口青铜小冠 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我知道 在里面还藏着 杨飞鸿越说越小声 我感知到 那一女神色也跟着靠近 试图去偷听这个秘密 就是这个时候 我右手猛延一个大手印打过去 然后大声喝话 好胆 竟然来这里偷听 那女神色 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让我砰一声 打到撞在墙上大声叫着 靓仔 有点手段啊 不愧为盲作个孙 我伸手去捉他 他一闪闪出我手指那 很快地向外面冲走过去 而就是这一阵 杨飞鸿将桌上边的茶杯一扔一拉 直接将那女神色 收到茶杯里面 然后噓一声 好像个色中一样 刀扣在台面上边 才慢慢笑着说 进来作客 又何妨留得姓名先走呢 杨飞鸿露的这一手 非常万妙 而那一把声 就很囂張地说 一女神色而已 就算被你捉住 也都伤害不了 伤害不了老夫我 那是因为你未曾遇到过我 说完 他抽出一支金针 直接穿入茶杯之中 一股细弱的气息 顺着金针就流入了 过了一阵 就听到茶杯里面的神色 发出了凄惨的叫声 停手啊 我 我是花冬将 要命 要命啊 那一女神色叫到 把声是一下子变了 我望着眼 杨飞鸿 她手上哪支金针一斗 哼 不等你知 害怕都不行 那女神色发出了惨叫 很快就消散了 看来今次 那个花冬将 不吐回几声血都不行 我吓吓大笑着说 好在我以前神色尼体那时 没遇到你 如果不是 我怕且都要受伤啊 杨飞鸿就说 我想那个人 就躲在这里附近 所以 我才能够反过来追踪他而已 如果他离来得太远 就没法子的了 嗯 我看这里越来越不太平 等着天一刻 我们就走了 对了 这几天你见得怎么样 还能不能坚持下去啊 嗯 相公 可能是很久 我没离开过大墓了 今次的古咒控制得不知多好 我感觉 应该都可以坚持到三年以上啊 杨飞鸿的眼中 闪过喜悦的神色 那真的太好了 有三年时间 是怎么都救我 去拯救杨飞鸿啦 我和他静静地坐在这里 就算今晚黑 怎么惊涂蟹浪都好 也都没法子 改变此刻的美好 很快 天就黑齐了 我打开黑龙傘 和杨飞鸿一起 走向陈家的外面 陈狗就很紧张地 跟在我的身边说 盲大哥 盖老先生 他一世孤动 正是收过一个远房的侄仔 当成是关门弟子 这个时候 他应该都到的了 来到陈家大院 在空地之上 密密麻麻 站满了一大片人 四围点起了溝火 照到好像天光一样 我们刚刚走出来 一个披麻大校的男人 就走向前 实惊无神一剑吉过来 小撑 我要杀了你 和我叔叔报仇 这个男人身形灰雾 剑招光猛 剑影所到之处 都是古董住 混厚的浩然之气 他的实力 应该在大城景第二层 和叶仙之差不多 我拉着杨飞鸿 主持大局的叶东平大声一喊 你叔叔的死 和这个孟安无关系 但是男人哪听得入耳啊 连同跟着他一起来的一队风水师 也都齐齐齐抽长剑出来 各自站定一方位 将我和杨飞鸿就围在中间 而从他们的站位来看 正是一个九星困摩阵 放肆 在风陵里 你叔叔已经留下了命令 不能够伤害这个孟家小子 凡是阴天监弟子 必须听你叔叔的号令 不要传出去 等到外人笑我们 叶东亭这个时候面约冰相 说话已经带有几分的威严了 但是丐云飞的额头上便清根爆出 这样的话 从今天开始 我退出阴天监 我一定要在我叔叔的灵前 杀了这个小蠢 丐云飞的杀意好龙 堪如一头猛虎 本集经意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鞍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第三百五十八章 再遇围攻 我落到在重围之中 哼 这种震发 本来是用来对付那些厉害的僵尸 或者妖魔的嘛 想不到今天 落到在我马鞍头上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至于丐云飞 为丐狗幽报仇 行动果决 也都算是条好汉 念在丐狗幽的面子上 我并不打算围栏她 于是朗声大笑 丐云飞 阴天监不是有了定论了吗 丐老先生之死 丐云飞 你骗得过天下人 骗不过我 好像你这种魔性心肿的人 实是借了魔物之手 害死了我叔叔 我叹嘲口气 无奈地拉着杨飞鸿 开始向外边冲出去 就在这一刻 几把长剑就即时刺了过来 虽然他们人数中多 但从级别上来说 终究是我占优势 松茸几剑框框框框 经已打下了不少围攻上来的 阴天监风水尸 然后白骨剑花鱼电闪 chat的声 就浪了在丐云飞的颈上 小賊 我忌不如人 要杀就杀 如果我丐云飞走就眉头 就不是英雄好汉 她目光远远 没有半分恐惧的神色 我笑着说 你若果真是要报仇的说话 就等你突破到真天境再说了 而且你报仇的对象不是我 而是魔门 我收回白骨剑 饮游丐云飞 失魂落魄地呕在原地 再望望叶东亭 和其余三位长老 只见他们都是袖手旁观 那也算他们有口齿了 正当我要走出陈家的时候 发现至少有十个中门的人 团团围在外面 盲安 当初在铁王爷庙 被你逃出重围 今天我就要你插翼得难飞 说话的人 正是和我有着无数 这么多牙齿印的花冬像 这个臭小子 戴着个金丝眼镜 面色显得有点苍白 很明显是因为 对线在杨飞鸿的手上 舍得大底 唉 都说经一事 掌一致 为什么这个傻子 都还不如动物园里面的 那些狮子猛虎 被人变了这么多次 都还是没来寄成 我即时将一身的动力全部散发出来 钉索花冬像 花冬像 你都真的很毅力了 明知打不过我 还是要打吗 是这样的说话 就趕快把你那只 那只 什么狗屁花姑放出来 让我一次过搞定你们 经过铁王爷秒一战之后 花冬像本来以为我境界大减 不料现在 却是不减反增 当即有点害怕了 哼了声说 什么 我明明亲眼目睹你受了重伤 没办法再练气的 为什么现在会这么厉害的 对了 看来你果然是修行了魔门的述法 是魔门门下的走狗 我有理由怀疑 你对狗大人心怀不轨 所以 对他落了独手 狗嘴套不出帐牙 除了你之外 谁会这么想 这个时候 在没多远的人群当中 身不悔又走了出来 他被我爷爷 用猪着火烧昏了全身 可能是伤到喉咙 现在连把声都变得鬼那么难听 孟安 你在蛇领鬼墓里面修行邪述 又是千年之前走入葬龙山的叶龙 如今 你是叶龙转世 但是引发了杜烧魔掌 又暗害狗大人 天下间的正义之士 都是不会放过你的 杨飞鸿在我耳边静静地说 相公 敌中我寡 只怕最终的局面会难以控制 不如我们 都是想办法快点脱身吧 都还没等我回话 身不悔又跟着大喊 喇 大家看着啦 这个女子 就是一只修行私道的女尸 如今成为了孟安的妻子 别看他生的鬼火这么漂亮啊 但是内心呢 他是狠毒邪恶 他一旦只在人间活动 必定每日吞食白人的阳气 才能够保证他的青春外貌啊 身不悔这句说话 用心真是狠毒致敬 令到本来不少 不过在围观的中门 一个个门人即时拿出法宝 想要试图击杀杨飞鸿去正道破境 杨飞鸿笑着说 那么多位真是很没道理啊 明明你们当中都有不少的人 身上哪有私器 又练了一大堆僵尸 这样的话 是不是应该在杀死我之前 先将自己所养的僵尸杀死 而身上有私器的人 也都要来个三刀六洞呢 身不悔就冷哼一声说 诗仙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就算我们养尸 练尸 却是从来都没有胡作非为 更加没有人和死尸结婚 哼 看你们那个样子啊 估计啊 都还要生多几只巫虎出来 跟着危害人间啊 听他这么说 杨飞鸿的眼中射出了一道寒忘 跟着大笑起身 说得就够冠冕堂皇了 但我看你今天来 只怕 是为了求取我的长生秘法 本集经议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安的风水秘术 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请不吝点赞